歡迎來到英國文學選修課程 我不太確定你們為什麼要來 因為這本課明明就很難 我們這堂課會讀三個文本 就只讀三個 但是每一個都有它的挑戰性 我們來看一下課綱 第一週課程簡介 我們正在簡介 二到四我們上一齣戲 這個等一下會發給你們 這個是十七世紀的劇本 十六末十七初 堪稱為英國的文藝復興時期 大家會講一下英國黃金時期的戲劇 歷史脈絡跟文化影響 但你們現在要知道的就是他用的語言就是我們叫做前現代英文 英文有分如果從現代往回推就是現代英文 前現代英文中世紀英文然後上古英文 基本上從中世紀英文開始比較難懂 然後上古英文是你一定要查字典 不是字典你一定要 它等於是另外一個語言 所以前現代英文是看得懂的 但是會需要注釋 所以我就嚴謹地挑了一個注釋版本 等一下我們今天會開始上這個單元 我會教你們如何使用他的下注釋的方式 讓你比較好看懂 所以這是第一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從第五週開始 我們上Paradise Lost 斯樂園 斯樂園是英國文學裡面最知名的一篇史詩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史詩就是河馬寫的那些東西 所以斯樂園他講的 就一般我們說一個國家的史詩 他講的是國家起源的神話故事 但是作者米爾頓John Milton 他寫這篇史詩講的不只是英國 他講的是全人類 他講的是聖經創世紀裡面的故事 亞當夏娃的故事 他的起頭是撒旦反叛上帝 然後就是天庭內鬥開始 一直到什麼撒旦誘惑夏娃 然後最後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結束 總共十二卷 好像是一萬五千行 我們沒有要讀完你放心 我也是節選幾段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但一樣他也是前現代英文 而且因為他是史詩 所以 米爾頓在寫的時候他的文法有刻意去仿造拉丁文的文法 如果你們有人懂拉丁文嗎 沒有OK好 所以拉丁文的文法是這樣子的 堪稱最優美的拉丁文作家 他的寫作習慣是 名詞、授詞、其他東西 然後動詞出現在最後面 然後有時候名詞跟授詞會調換 所以授詞在名詞 然後一堆東西然後再動詞 那你們也知道嗎 主詞跟授詞都是名詞 所以有時候要稍微想一下才知道這句在講什麼 反正那個到時候我會再詳細跟你們簡介一下 所以這是第二個單元 我們也花三週時間 第七週放假 對 所以上到第八週 然後第九週是期中考 我們期中考才線上升論題的方式考試 我到時候會再跟你們詳細說明 對 第十週開始我們上第三個單元 我們要上一本真奧斯丁的小說 叫做persuasion 勸導或是勸服 看你的藝本 那真奧斯丁他是十九世紀的作家 我剛剛好像忘了提 米爾頓他也是十七世紀作家 所以那個那個英文也是蠻難的 今天奧斯丁十九世紀 所以英文有比較接近我們現代英文 但是又不完全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有一些單字 雖然也是我們今天會用的單字 但是他那個時候的意思跟現在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你可能會讀一讀以為你看懂了 然後讀到句子結束發現不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這門課非常鼓勵你們要去查音音字典 用Google翻譯不一定找得到答案 查音音字典 那勸服他不是奧斯丁最知名的作品 最知名作品當然是傲慢與偏見 但是傲慢與偏見很難看 所以我們就改看勸服 我們整本都會看 那我知道有些同學蠻忙的 也許趕不上進度 所以我們第十週會先看電影版 讓你們大概了解一下這個情節在講什麼 所以之後在讀的過程中 如果你中間哪邊落掉的話 回想一下電影在演什麼也許可以就是找得回來 那當然電影跟小說會有一些出入 不完全一樣 所以也不能百分之百仰賴 看電影就沒事 一週讀四張看起來很多 但其實到時候我把講義發給你們 你們就知道了 就是第一張才三頁第二張才四頁 所以沒有那麼可怕 還是有點可怕沒有那麼可怕 那因為就是我們進度這樣安排下來會多一週 所以第十七週我們來上一篇學者寫的論文 關於勸服這本小說的分析 我們還可以來討論一下這個學者的見解 你是否認同 然後第十八週期末考 期末考一樣也是帶回家線上寫生論題 那什麼學習建議 建議用音音字典 然後在閱讀的過程中 真的建議你不要靠你的腦袋 你應該記不起來這麼多東西 你要勤操筆記 不管是課堂筆記 還是你自己在閱讀的時候 你可以在講義的就是邊緣寫個這一段的摘要 或者是你辛苦查到了什麼單字或知識 也把它寫下來 到時候那個期中考 期末考是開書考 也就是說 你不只是可以參考講義 我希望你一定要參考講義 我等一下會講 這學期的考試規則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你單憑記憶去作答 你的分數應該會很低 一定要參考講義以及課堂資料 好分數分配分配在這邊 其中40期末40平時成績20 所以就是考試要好好考 OK大家剛剛講這個樣子有要提問嗎 好說到勸服 那個Netflix去年有上映新版本的電影 也是叫Persuasion 但是我沒有選那個版本兩個原因 一是因為很爛 然後二是因為 它的那個片長有一點太長了 我們只有110分鐘 它好像到120 但當然你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回去查查看 但是它真的是看得很氣 作為教學工具非常不行 就是它脫離那個原住太多了 但是那個主演德格魯特Johnson演得還不錯 只是其他演員有點差 OK 所以課剛長這樣子 然後Moodle稍微講一下 我的信箱 你要聯絡我的話可以寄信給我 可以用Teams聯絡我的都可以 課剛在這邊 然後 如果有什麼事情要公告的話 我會寫全班信 如果你沒有收到 或者是不小心刪掉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查 這邊會留底稿 接下來這個PowerPoint是 通常我會給大一學生看的 的簡報檔 但是我想也許裡面會有些東西 對你們也有用 主要是有一部分在講學英文的方式 這門課稍微 好啦也蠻適用的啦 如果我們把前現代英文想成另外一種語言 譬如說 大陸的中文 就是很多東西看起來很像 但是有些細節又不大一樣 或是有些用詞或說法不是很熟悉 我們也可以用學語言的方式來學習它 所以學語言跟什麼學歷史地理公民不大一樣 就是很多東西是有一套知識體系在那邊 然後你一點一點背下來你就懂了 英文我想你們現在都知道不是這樣子 你單字背好了文法背好了 英文不一定有進步 因為學語言它是像是學一個新的技能 像像演奏樂器 譬如說鋼琴 你知道就是每一個劍彈出來的是什麼音 你也知道手應該放哪裡 但你就是要練習你才能夠就是彈得好 要有那個感覺 所以語言要怎麼培養那個感覺那個語感呢 要用觀察的 平常聽一個人講英文 一個母語人士在用英文 或是閱讀一篇英文文章 除了搞懂他在講什麼以外呢 也可以留意他是如何使用語言來表達他的意思 英文的所謂的標準 其實就是母語人士講什麼就是標準 字典只是 就是每隔幾年會去看看 調查說一般母語人士都怎麼講 然後怎麼拼 然後就把它記錄下來而已 所以學語言最好的方式 就直接觀察母語人士如何使用這個語言 去做規律的那個歸納 單字是如此 文法也是如此 所以這個powerpoint裡面有提供幾個例子 來說明英文的定義是如何有流動性的 發音單字文法都有流動性 所以你今天備好了 你明天也許就落伍了 還是用直接觀察的比較有效 Anyway有空可以自己看 接下來這個東東讀文學幹什麼 不是讀文學能做什麼 對這是一篇中文的論文 不是我寫的 但是如果你一直覺得很好奇很煩說 為什麼都來到英英系的還要上文學課 你可以讀讀看人家的說法 基本上讀文學幾個 好處不外乎什麼增加你的語言能力 研究顯示讀文學的人單字量比較大 文法也比較好 不確定關聯是否有因果 但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另外還有什麼 培養什麼解決問題能力 聯想力 創造力 同理心 同理心我不是很相信 但是是有這麼一說法 那它裡面有一點我沒有寫 我自己認為讀文學最重要的一個點是 我們一生差不多活八九十一百歲就差不多了 能夠體驗的 雖然可以很多但是有限 人生的經驗只有一個人生 但是藉由一度文學我們可以體驗不同人的不同人生經驗 你活一個人生可以體驗到上千上萬種不同的人生經驗 尤其是讀一些 中晚年的作者寫的作品 我們這學期三個作品只有 第一個作品是中年青年人寫的 斯樂園是米爾頓已經瞎了快死掉的時候寫完的 他是靠他的秘書他朗讀出來秘書抄寫 然後秘書朗讀回來他來教稿 然後Persuasion 勸佛是奧斯丁最後一本小說 他寫完好像不到一年就掛了 讀一些中晚年人寫的作品 可以給你一些預警 可以讓你打個預防針 人難免有生老病死 總有一天 但是你可以有備而去面對他 文學也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找這篇文章來讀 這個就不用了 我們用中文上課這個就不用 然後這邊是平時成績 我到時候會在這邊輸入 目前你們看不到 說到成績 以及為什麼 這要促進你們對於文本的探索 不一定要有正確答案 甚至我可以說沒有正確答案 所以討論題目都在這裡 如果你想要去圖書館挖掘資料 寫的每一回的簡介 每一卷應該說卷 每一卷的簡介 所以如果你不太清楚 我們讀到這裡現在在講什麼 你可以參考作者給你的導讀 當然是作者寫的 所以那也是用全現代英文寫的 好然後電影看完之後 我會把它上傳雲端貼個連結給你 那如果你那天剛好請假的話 你還是可以回去下載來看電影版 那電影版它是檔案加字幕檔 我後來發現有些同學不會把字幕加到檔案裡面 所以我錄了一段YouTube影片教你怎麼做 但是僅限於Windows版本 你如果用蘋果電腦我救不了你 所以到時候這兩個會開放給你們 你們現在看不到 然後接下來講一一樣 第一個是簡介 課堂上也不會上 就是如果你自己想要多了解可以去讀 然後第二個檔案 真本小說沒辦法一次給你 我會分兩批講義給你 但是這邊就是整個檔案 然後Butler就是那篇論文放在最後面 下面是考試區 這邊是考試的基本規則 就是要引進句點 然後要舉例 然後不要抄襲 抄襲的話 整份考卷就零分 所謂抄襲不只是說你的答案是用抄的 如果你的深論過程中有任何一部分是抄襲 被我發現就是零分 人文你你引用你抄襲的資料是英文 中文日文我都抓過 所以不要以聲視法 零分的話你的這學期另外一次考試 滿分也只會有60分 那為什麼抄襲這麼嚴重的話 這邊有一個中文寫的文章可以參考一下 再說明為什麼就是西方人這麼care抄襲 然後我們在這邊好像就還好 你知道在美國 如果抓到抄襲的話 你是直接被退學 所以就是待遇上真的是有差 其實嚴格上來說明傳也是啦 如果我真的很心跟校長說你抄襲的話 你也會被退學 我們校規是這樣子 就是作弊就退 該說不要惹我吧 好了 我知道有些同學可能沒有寫過深論題 所以這邊舉給你幾個例子 但是這些深論題的答案都是針對不同的題目 跟我們這學期的題目不一樣 至少可以讓你參考說題目答案本身可以怎麼寫 然後資料可以如何引用 那個格式可以參考 然後下面就是期中考跟期末考 然後這邊有期限 基本上就是給你一個禮拜時間 最下面這邊 如果你覺得好像 會被當 你可以來這邊寫加分作業自救 你的成績可以來這邊點 Grades 點進去就看得到我輸入的成績 基本上只有三筆嘛 期中期末跟平時 但是你稍微追蹤一下 然後Moodle上面的成績是用百分 加起來一百分的 所以期中考跟期末考最高分四十分 然後平時成績最高二十分 那所以你看了一下 然後你們心自問你覺得可能不會及格 的話 你可以來寫這個加分作業 以往 我會 調分 譬如說 如果你期末成績五十以上 我就讓你過 這學期就不會了 如果你覺得應該差一點的話 來寫個加分作業 另一方面呢 你也不要太仰賴這個所謂免死金牌 因為免死金牌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你真的去看這加分作業在幹嘛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難度可能比期中加期末還要難 就是真的不得已的時候你再試試看 好 所以目睹長這個樣子 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好 那 這禮拜就接下來要講的就是 第一個單人我來發一下講義 想一下 對發一下講義 我們下禮拜再分組好了 我們也可以這禮拜分組啊 70個人嘛 今天我覺得看起來好像50個 我們下禮拜分好了 pm 進來 你 我 你 我 在 你 你 我 這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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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文化 但因为是大众娱乐 所以对于什么诠释的深度 演戏的那个细致程度 不是那么care 一个剧团 也许同时上演五六出戏 就是可能一天演三次 然后演三个不同的戏这样子 然后一周下来就五六出 所以他们不需要被整出戏 他们只需要被自己角色的台词 而且还会把相关的台词 会贴在幕后那个出场前的墙壁上 提醒演员说 你现在演的是这个场景 你要说的是这些话 然后告诉他 这个时候进场 这个时候退场 然后其他人的台词 他都不用知道 所以当时的舞台戏 写法会尽量写的 让演员容易记得 也就是会用尸体运文来写 运文 我们上过英国文学 知道英国最常用的诗题 是五部一样格 blank verse iambic pentameter 就是我们其实随便找一句念也可以 不用管文艺 你听那个韵律 Alone within thy chamber then fall down on both thy knees and grovel on the ground Cry to thy heart Watch every word thou utterest in tears and if to be possible of blood 听那个节奏 这让演员比较容易记得他的台词 因为如果忘词的话 或是讲错的话 他格律就错了 他就知道有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英国舞台戏的创举之一 这个诗题本来只是用在诗嘛 那舞台戏有这个需求 就拿来写剧本 也等于是开创了这个诗题的各种可能性 因为你写诗 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爱情 要么就是政治嘛 没有什么其他主题 不多啦 但是戏剧 就是天下各种光怪路里的事情都能写 然后呢 这些剧作家就要想如何运用这个运文来表述这些情节 好 那因为是大众娱乐 所以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以新三社为主 最受欢迎的其实是历史悲剧 就是以前宋世纪的国王怎么样怎么样杀人 然后打仗 然后最后被砍头 这些戏最受欢迎 有人说是因为 一就是因为很暴力 所以很多人看得很爽 然后再来有人说是因为 如果对当下的国王或女王不满的话 你没办法发泄 你只能对古时候的国王女王来发泄 当时的文化对于暴力的容忍度 是比现在宽很多 那个时候还有公众处决这种事情 就是真的就是把犯人就是推去砍头台 掉头台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是把人吊死 然后那个台宅架得很高 然后下面每一个每到要吊死人的日子 大家都纷纷来 然后在看表演一样 还带着小孩子把他抬起来让他看 然后就把他当作一件娱乐的事情 所以当他在舞台上面需要演暴力场景的话 就会拿一些什么猪心啦 或是猪血啦 莎士比亚还有一部戏里面还搬出一只熊来 是真的熊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 阶层的分明 或者说礼节的看法 跟现在不太一样 比较 可以说接地气吗 生与死的距离没有那么远 所以是在这样的场合之下 我们来读这一出戏 Tis pity she's a whore 这一出戏 讲的是一个兄妹乱伦故事 那大部分的戏讲的悲剧啦 大部分的悲剧讲的都是上流阶级的故事 所以一定都是皇宫贵族啦 要么就是当地生事啦什么的 所以谈到乱伦就不只是社的部分 或是叫什么 违背伦常的部分 因为这些人物在当地很重要 在故事里面的当地很重要 所以这也包含社会秩序的部分 以及政治秩序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虽然它主题是乱伦系 但是大部分的情节其实是侃侃杀杀 读完之后你会发现 天哪到底还有谁还活着啊 那好像全部都死了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出戏 那这一出戏比较特别的是 莎士比亚过世的时候 大概在1610年前后 进入第17世纪的 照明跟通风设备跟设计 已经进展到可以在室内演戏了 以前就是 你知道以前照明就是火把嘛 火把你就要通风啊 那以前还没有弄出安全的就是通风方式的时候 还是户外演戏 搬到室内之后呢 就可以做出更细致的效果 比如说你要演说 这个情节是夜晚发生的 你就不用用想象的 你真的可以灭火 然后让它变得很黑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就是声光效果 也是比较有比较有few这样子 所以我们读这出戏的时候 可以想象一下 在室内的中世纪的舞台 已经不是中世纪 文艺复兴的舞台 然后下面做的是 前排是一般平民 然后接近后排 或是上面做的是一些贵族 然后他们看着眼人在下面 打打杀杀那个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讲义怎么用 请放到第三页 所以前两页是编者简介 第三页开始 就是讲义上面的四二四页 这边 它是分两个蓝嘛 所以先把左蓝看完再到右蓝 to my friend the author 这个是致谢 在那个时候 致谢不只是感谢有谁帮我 这个同时也是希望可以募款的方式 就是说 我写了这图戏 然后我献给某某贵族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赏试 如果成功的话 那贵族就会给他一点钱 那不只是说请给我钱嘛 你要稍微拍个马屁这样子 所以这一段就是他讲说这个贵族 名声多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希望可以就是永留加明啊之类的 下面也是 然后右边这边 演员列表 大写的是角色名字 写体的是在描述他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 Bonaventura is a friar 他是一个僧侣 说僧侣好像怪怪的 就是他是一个宗教组织的兄弟 应该这样说 A cardinal 大主教 Annuncio to the Pope 这边有写吗 没有 他意思是说 他跟教皇的关系很好 意思是说 这个大主教 非比小可 他是一个重要人物 那实际上呢 这个大主教也是 故事里面最高位阶的人 再来 Soranzo a nobleman 贵族 Florio A citizen of Parma Parma这个城市的公民 Donado Another citizen 又是个公民 公民就是平民啦 不是贵族 下一页 Grimaldi A Roman gentleman 是来自罗马的绅士 Parma不是罗马 罗马比较重要 所以意思是说 他虽然也不是贵族 但是他的位阶稍微高一点 Giovanni Son to Florio Florio的儿子 Berghetto Nephew to Donado Donado的孙子 不是孙子 外申 Richardetto A supposed physician 这个就很有趣的 Physician是医生的意思 但是他说 A supposed physician 意思是说 名义上 他是医生 所以你看这部戏的那个 诡计 诡诀的部分 开始之前就已经有露出一点了 Vesquez Servant to Soranzo Soranzo的仆人 Poggio Servant to Berghetto 他的仆人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杂七杂八 跑龙套的 Banditti 这个是意思是说 Bandit 土匪 然后他是刻意用意大利文的结尾 因为故事设在意大利 然后还有什么 Officer's Servant 是一些杂七杂八的 需要多少人 就找多少人 就是跑龙套 接下来是女性角色 Annabella Daughter to Florio Florio的女儿 Hippolyta Wife to Richardetto Richardetto的妻子 Philotis His niece Richardetto的 生女 外生女 然后Putena Tutress to Annabella Annabella的保姆 他这边Tutress 暗字面应该是跟Tutor相关 Tutor我们现在意思是家教 但是在那个时候 Tutor的意思不只是教育 而且还有养育 所以说保姆会比较好 然后场景 Parma Parma这个城市 好 然后接下来 他每一景都会告诉你 Act 1 Scene 1 第一幕第一景 你有没有看到 那幕的I是大写 然后井的I是小写 所以如果要快速助记 说请到地井幕地地井 就会大写几个I 然后小写几个I 这样子 Enter Friar and Giovanni 这两个角色的入场 然后Friar开始讲话 那下面注释 比如说 Dispute no more in this 这件事情别跟我吵了 Dispute是争吵吗 For no young man 年轻小伙子 你要知道 These are no school points 这不只是在学校 跟人争论的事情而已 下面就有注释了 他注释方式是这样子 告诉你第几行 然后要注的是哪一个单字 然后冒号后面 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但常常他其实不是用解释的 他是翻译的 翻译成现代文 所以比如说这边 school points 他的解释是 topics for scholarly debate 学术性的争论 所以他说 These are no school points 这不只是学术性的争论 Nice philosophy 好 我们遇到第一个会骗人的单字了 Nice 它的意思是 催毛求疵的 过于仔细的 Nice philosophy may tolerate unlikely arguments 或许那些催毛求疵的 哲学论述 还能容忍 你提的这些 不大可能的论点 Unlikely 不大可能的 But heaven admits no jest 但是上天 意思就是上帝了 就是西方人 没有太区分 基本上只要你看到一个名词 然后它是大写 基本上就是指上帝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前后文 就是这个名词 是不是有特别的功效 特别的力量 只要是大写 通常就是上帝 所以heaven这边 就是只称上帝 But heaven admits no jest 下面告诉你 第四行 admits等于allows 允许 上天不允许开玩笑 jest是开玩笑 就是上帝 just不是前现代英文 它是现代英文 如果这个单字 你不会的话 是你单质量不够 对 所以你看右边这边 就会每十行告诉你 这是第十行 然后后面四十五 是什么的 所以你就自己数一下行数 然后对照一下下面的注释 然后给你一些帮助 数行数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个格率要完整 才算一行 所以比如说 第十一行 第十二行这边 No more 别再讲了 I may not hear it 我听不下去了 然后接下来 换Giovanni讲话 Gentle Father 慈善的神父啊 因为他Friar 也是有神职的 那个 权利嘛 所以还是神职人员 也可以称他为一个神父 我要讲的是这个 这两半加起来 格率才完整 五步一样格 要五次 五次才算完整 所以 No more I may not hear it Gentle Father 五次 所以虽然他 纸上面分两行 其实加起来等于一行 所以第十行 第十一行 第十二行 No more 到father 然后to you 开始是第十三行 Emptied 十四 Made 十五 Another 十六 Oh 十七 And 18 Must 19 Yes 到praise 这边二十 所以你看 that开头 这个是二十一 所以数行数的时候 要留意格率 基本上他 那个如果格率 没有用完的话 他就会像这样子 空下来 第二个人 开始讲话的地方 是承接后面这个空间 然后有些地方 会有撇号 有没有 通常韵文里面有撇号 意思是省略音节 为了符合格率 他把一些音节省略掉了 所以如果遇到癖号 你可以自己想一下 大概补什么 这边 tis 就是 it is talkist 就是talkist talkist 现在也不会用了 那个是 前现代英文 现代英文就是talks 第三人称单数 然后 如果中间有舞台指示的话 就不是讲话 是要动作 通常是邪体 所以如果我们看下一页 第一幕第二景 22行后面 在这边这两个人在吵架 然后最后说 有种来打 然后来啊 然后他们就打了 所以你看这边邪体 they fight 分号后面 grimaldi has the worst 意思是说grimaldi打输了 那单纯这一行 不到一行的舞台指令 也许在舞台上 可能就演个三十秒 这样子 他们就会拿一些 就是演戏用的剑 所以 尖是盾的 但是是真的剑 然后两个人可能就 劈啪劈啪 就是稍微打了一下 这个当然 之前要稍微演练一遍 但是也不像今天演电影那种 那么仔细的演练 他们就大致说 这个时候我戳这边 然后你挡那边 稍微讲好就可以开始打了 然后演到最后面呢 就是grimaldi要输 一般来说就单纯就是戳一下 然后他就演一下 就是受伤了 然后就跑掉 但是如果剧团比较有钱的话 他们也可以里面装一个 这个像会用什么 猪胆吗 还是猪肾吗 然后里面装血 所以用那个剑戳一下 他破个洞 然后就开始流血这样 嗯 对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要讲的 所以譬如说这边 呃 sd 这个是stage direction 就是舞台指示 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是针对enter above 这个舞台指示 在哪里啊 这边enter above 然后呃 他引他指示 这处系的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会用这个标志 ll点 如果一行叫做line l点 ll点就是lines 复数 所以告诉你说 从150到169 这几行 呃 这个就跟平常我们读散文体的时候 页码也是嘛 一页是p page 超过一页叫pp pages 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应该差不多吧 其他可以自己 哦 这边好 所以84 呃 如果我们看427 柱84 他要下注的那段文字太长了 所以他中间用三节号 他说从mars到upright 这一行这边 所以84行 87 6 5 4 mars they're standing upright 他要下注的是这四个字 然后中间用三节号表示 嗯 然后你会发现这边 诶 怎么不是美食行呢 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通常这个意思是说 编辑做了人文的一些三简 因为这些文本都蛮旧的啦 就是可能会有多个版本 可能版本之间手抄有误 可能一开始写的人 在记录下来的时候 也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代读的版本 总是需要由编辑 做一些挑选跟三简 那如果我编辑觉得 这几行可能是物质 从别的戏物质进来 或是可能有重复写的 或什么 他甚至可以把整行删掉 啊 所以数行数的那个行距就会变 那如果你对于 呃 文本版本研究有兴趣的话 嗯 那这某一个地方会告诉你说 他版本挑选的差别在哪里 我找一下 嗯 他没讲 好吧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另外去找资料研究 所以讲义大概就是这样使用的 有要提问吗 好 那因为是第一堂课 我想你们应该 对于这东东不是很熟 我就尽量可以代读多少 就代读多少 但是你们回去之后要自己读哦 啊 自己读是要读到 看一下 刚刚说大纲 上面有写范围 第一幕 读到第二幕第二景结束 嗯 第二幕第二景 那个每一幕有几景不确定 就是看情节需要 作者就写几景 但是通常只会有五幕 所以第二幕第二景结束 是第四三四页 没有很多啦 剧本就是走得很快的 就是什么 你呛我 我杀你 然后就就很快就过去了 啊对 顺便讲一下这个舞台指示 Exeunt 嗯我看有没有可以对比一下 好吧我直接讲 Exeunt是舞台上所有的人离开 舞台上所有的人下场 呃如果他只是几个人下场 然后舞台上留其他人的话 他会说Exeunt 然后点名这些人要离开 我临时找不到一个例子 但是你看到Exeunt 你就知道这些人要离开了 Enter and Exeunt 入场 呃退场 进场退场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从第一幕第一景 应该是第五行吧 我们刚刚从看到第五行了 开始看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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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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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也让世界充满着邪恶的无神论 所以从这一段你就知道这个Fryer跟他讲话对话的那个人他在主张什么 好像论述 论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年轻人 这些问题都是纯问题 For better tis, it is better, for is 因为 您可单纯就是祝福太阳也不要去怀疑它为什么能够照耀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嘛 就是有上帝保佑你就不要去质疑上帝 Yet he thou talks of is above the sun 那是你的意思 然后这个he又是大写你就知道他就是讲上帝 你讲的这个上帝比太阳还要高 比太阳还要重要 所以太阳是这样子上帝更是如此 你不要去怀疑它 No more, I may not hear it 你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了 我不能再听了 所以他在跟谁讲话呢 下一行告诉你 Giovanni Gentle Father 啊,我亲爱的神父啊 To you I have unclasped my burdened soul 我向你敞开 Unclasped Unclasped的意思是解扣 解扣直接扭扣 所以我向你敞开了 我有重担的灵魂 Burden是一个包袱吗 重担 Empty the storehouse of my thoughts 我向你轻囊我那个充满思绪的仓库 Storehouse And I made myself poor of secrets 我让自己在秘密这一块变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秘密都讲出来给你听了 Have not left another word untold 该讲的全部都告诉你了 Which hath not spoke all what I ever durst Or think or know Hath 就是have 或是has 看单书还复书 所以spoke 是 这边应该是spoken 所以这就是完成式吗 Which has not said All what 就是all that I ever durst Dirst是dare 胆感 D-A-R-E 胆感 Or think or know 所以所有我胆感 去说的话都告诉你了 去想的事情 去了解的事物 我通通告诉你了 下面注释有没有 没有 OK好 And yet is here the comfort I shall have 而 你只能给我 这一点安慰吗? Must I not do what all men else may may love? 难道我不能跟天下 所有男人一样 去爱吗? 然后Fryer回答说 Yes you may love Fryer's son 这个Fryer不是公平的 Fryer是美丽的 Beautiful 这边应该就是 讲他 说帅也不大对 就是他看起来 就是很好看 这样子 Yes you may love Fryer's son 是啊 亲爱 我什么 叫什么 说亲爱的 好像中文也不大对 我挚爱的 那儿子不是真的儿子 是因为他是神父 叫father 所以相对的人 就叫son 是啊 我挚爱的儿子 你是可以去爱的 然后Jovani说 Must I not praise that beauty? 我就不能去称赞 那个美貌之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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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h 然后blah blah 是什么 which if framed anew 如果我们 重新把它 框起来 让世人 重新去看 这个美貌 the gods would make a god of 连 诸神都会把它 奉为新的神奇 是如此的美貌 if they had it there 如果他们看到的话 and kneel to it as I do kneel to them 然后也像这个美貌之人 下跪 就像我像诸神 下跪一样 那当然他这边 开始提到诸神 就有一点那个 呃 判经离道吗 Fryer就说 why foolish madman 你这愚蠢的疯子 这个why不是问问题 他是语助词 有点像是 呃什么 哦 你这个愚蠢的疯子 或是天哪 你这个愚蠢疯子 这样 所以就是 上面他说 难道我不能去爱吗 那当然就是 天下的人都有权利去爱 但是下面 Giovanni开始拿 所谓的诸神去比喻 这个fire就知道 好像越讲越偏了 然后Giovanni下面 还继续讲 pivish下面有注释 是trifling petty 微不足道的 shall a peevish sound 这微不足道的声音 accustomary form 只不过是一个惯例 form这边是仪式 或是礼节的意思 你可以想想 formal 正式的 所以一个惯常的礼仪 from man to man 就是他是人事的一些礼仪 他这边强调 就不是 这个不是上帝命令 这是人事之间的礼仪 of brother and of sister 关于 兄弟与妹妹的 兄弟与姐妹的礼仪 难道这个就是笑吗 难道 be a bar twixt my perpetual happiness and me 难道这个礼节 就会阻挡 阻挡 我的永远的快乐吗 bar是一个阻碍物 bar原本是一个铁杆子 所以这边就是阻碍物 twixt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得到 前面有个撇号 他省略有一个音节 他全文是be twixt 现代英文就是between 在什么与什么之间 twixt my perpetual happiness in me 难道说 人世间定出来这个 微不足道的声音 这个礼节 称一个人叫凶 一个人叫妹 这个礼节 就必须要阻挡 我永生的快乐吗 所以其实讲到这边 前面讲说 难道我不能去爱吗 然后又讲一个人很美 然后这边又讲到兄妹 你就知道主题 就是乱伦的部分 所以他这边显然是在跟 friar这个神父 祈求 祝福之类的 然后这个friar当然就 就不给 不祝福他 我们继续看 say that we had one father 这个say 意思是 就说 什么什么 吧 就是它是一种论证 就说我们有一个父亲好了 say one womb curse to my joys gave both us life and birth 就说一个子宫 同时孕育了我们两个的生命跟诞生 好了 然后中间他按插了这个就是南南之语 curse to my joys 因为如果真的是一个子宫而已的话 这个就是 兄妹的定义嘛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阻碍了他跟他妹妹的爱情 所以他说这个一个子宫这个概念 就是我快乐的诅咒 对我快乐的诅咒 好 所以就说我们一个父亲好了 就说我们从同一个子宫诞生出来好了 are we not therefore each to other bound so much the more by nature 难道我们不是因此彼此对彼此被大自然更深深的绑在一起吗 所以你现在开始感受到为什么神父说他这个就是歪道理讲得好像有一套的样子 但其实都是荒谬 这就是明显之一嘛 当时的哲学确实觉得说自然的东西比较有价值 因为大自然是上天创造的 所以如果直接来自自然的概念是比较比人事的概念还要有价值 但是他这边却把这个论述扭曲过来了 什么什么兄妹都是从同一个母亲出来 所以很自然 所以更应该在一起 那种荒谬的推论 所以Bound to each to other bound 就是Bound to each other的意思 那个语续有点乱 Bound to each other So much the more The more是更怎么样怎么样 中文现在会说越怎么样越怎么样嘛 那这边意思就是说 因为大自然的理由更应该绑在一起 或是by the links of blood of reason 因为大自然 因为血脉 因为天理 难道不应该兄妹更贴近吗 Nay就是no If you will have it 神对的是I 两个字 Have it 如果照你的论述来看的话 If you will have it 不是啊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这个说法的话 甚至我们可以翻成甚至 不 甚至 Even of religion 甚至宗教也会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绑得更紧 To be ever one Ever是forever 永远的 One soul One flesh One love One heart One all 啊 要不是说 要 若不是在讲妹妹的话 这句还真浪漫 一个灵魂 一个躯体 一个爱情 一个心脏 所有都是 一切都是一个而已 所以这个是 Giovanni提出的论述 然后我们可以看下面就是 Customary form Convention Giovanni刚刚讲过 Of blood 血脉 Kinship 就是亲戚关系 家庭关系 好 回来 Friar 他回说 Have done 就是闭嘴 赶快结束 就是闭嘴的意思 Unhappy Unhappy youth Unhappy 这边不是不快乐 是命运乖传的 就是命运凶多吉少的 Unhappy youth For thou art lost 这个art 是B动词 are Thou art lost 翻成英文 现代英文就是 You are lost 你已经遗失了 那什么叫 你已经遗失了呢 他后面其实可以 补充 Thou art lost to God 你在上帝的眼中 已经迷失了 就是 你这样已经 背离 宗教的 那个 教条信念了 所以 Thou art lost 意思就是 你这样子 制造诅咒 你自己 再这样下去 会下地狱 但是 Jovani还继续讲 Shall then 继续提问 难道 那么难道 For that I am her brother born 就因为 For is因为吗 就因为我出生 是他的 那个长兄 难道 My joys be ever banished from her bed 我的快乐 跟他的床 永远 就是分隔两地吗 Be banished from 屈足 从哪边 被屈足 出来 No father 不 神父 In your eyes I see the change of pity and compassion 在你的眼中 我看到变化了 看出你的 怜悯 跟悲情 应该是悲情 跟怜悯 不好意思 Pity 是悲情 compassion 是怜悯 From your age 从你的年龄 来看 As from a sacred oracle 就像是从一个 神域一样 distills the life of counsel 萃取出来的是 一生的忠告 跟建言 可以抓几个单子 神圣的 oracle 应该是先知 我刚刚就直接翻成神域 distill 萃取 这个是 比如说 酿酒 或是 泡茶 那种萃取 精华的部分 the life of counsel 一生的忠告 counsel 是忠告 今天现代英文 counsel 也会指称律师 如果你雇一个律师 帮你去打官司 他就是你的counsel Tell me holy man 你这个神圣的人 神之人人 请告诉我 What cure shall give me ease in these extremes 从后面来 我这样的 极端状况 他这边是用复述 我这样的极端状况 有什么样的 东西 可以疗愈我 然后让我可以 就是缓解我的症状 give me ease ease是舒服舒缓的 所以容易简单 就是easy 做起来就是轻松 不痛苦这样子 所以 讲到这边 还在就是荒谬的论述 可是下面他看到 神父眼中有变化 然后想说 好吧 论论没用 那我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所以 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然后Fryer说 repentance 匪过 son and sorrow for this sin 并且为这个罪过感到悲伤 这个是你必须要做的事 for Thou has moved a majesty above with thy unranged almost blasphemy 因为你用了你这个 thei是your 你的 你用了你这个 下面有翻译 unranged 是deranged crazy 你用你这个 发疯几乎是 亵渎神明 的言词 使上天 again 名词大写 上帝 上天 moved moved 通常我们现在会说是感动 这边不是 这边是让他动怒 所以你这些话 几乎等于是亵渎神明 等于是触怒的上帝 你赶快悔过吧 Jovani Oh do not speak of that Dear confessor 神父 千万你不要这样讲 不要提 悔过这件事情 Speak of that 悔过 Oh 就是语助词 啊 的意思 然后他称神父叫 confessor 因为在天主教里面 神父的重要的功能之一 是告解嘛 信徒 每周去找神父告解 他那一周犯的罪过 然后神父给他一个 一种惩罚 通常惩罚就是多念几次经 多念几次 譬如说玫瑰经 或是祈祷 然后要捐一点钱 通常是这样子 然后就那一周的罪过 就可以洗清洗白 所以称他为 所以称他为confessor confess 是 自白嘛 所以 confessor 你可以向他 告解 的人 所以 神父说 你回过吧 九八 你说 别跟我提这个 fire Art thou My son That miracle of wit 我的孩子 难道你不是 那一个 如神机般的 聪明机制的人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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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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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Who once within these three months worked esteemed a wonder of thine age throughout Bononia 曾经 在这三个月以来 就是还没过三个月 至少三个月前 Wert 就是Wert W-E-R-E 逼动词 It seemed 被誉为 A wonder of thine age Thine是 Thine的 那个代名词 你的 被誉为 你这一世的 奇迹之一 就是像 说他是一个 神童之类的 Throughout Bannonia 在Bannonia 一代 这样子 称呼你的 吗 难道你 你不是这个人吗 所以这边 他是在嘲讽 Giovanni 你不是一个 就是很知名的学者吗 你怎么轮到 这个地步 Bannonia 现在就是Bologna 波隆纳 这边 这边有写Bologna Bologna Not far from Parma Famous for its university 是个大学城 所以这边 神父在说 你不是一个大学者吗 How did the university applaud thy government Government 不是政府 这边是 自己带人 接物的 那个 那个 自我管理的 那个能力 Behavior 行为 Learning 学识 Speech 口条 Sweetness 这边是指 脾性 脾气 很好 Sweet 本来意思是 甜美嘛 那这边就是 脾气 很好 And all that could make up a man 就是男生 你不是那个大学者吗 遥想 大学 那个时候 都如此 称赞你的 这些面向 以及所有 其他一个男人 该有的面向 都得到称赞 下面有讲吗 Government General Conduct And Possibly Hear Self Discipline 对就是 基本上就是 整体行为 以及自我管理 I was proud of my tutelage 以我的教育 自豪 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 这两个的关系了 这神父是 Giovanni的 老师之一 Tutelage 这个字跟 跟Tutor 一样嘛 家教 所以Tutelage 就是一对一教学 我以我的教学 自豪 And Chose Rather to leave my books Than part with thee 而我选择了 离开我的 书本 意思就是书房 而 不去选 跟你离别 to part with 与谁离别 意思是说 就是 你这个大学者 我教得这么好 我都选择 离开我的书房 跟着你走了 Z就是You嘛 你 Thou是主词 的You 然后Z是寿词的You 所有个是Thai 所有个代名词 是Thine 跟那个 Me一样嘛 Me是第一人称 单数 寿格 E结尾嘛 然后My My 我的 Mine 我的东西 M-I-N-E 那个文法规则 是一样的 I did so 我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so 它其实是一个代名词 它代替的是一个行为 或是一个状况 就是上面讲的这个状况 我就是这么做的 but 讲一下好了 这个冒号 英国 英式英文的冒号 跟美式英文不一样 美式英文冒号 是用来解释嘛 然后分号是来 区隔两个完整句子 英式英文 传统的英式英文 不是这样看的 传统英式英文的 斗点 分号 冒号 跟据点 不是文法概念 它们是修辞概念 它告诉你说 你应该停顿多久 斗点停顿最短 分号 次之 冒号 次之 然后 据点是停顿最久 跟文法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是告诉 演员 这边要停顿久一点 I did so but the fruits of all my hopes are lost in thee 但是 我所有希望能结果的 那些果实 都在你身上 失去了 are lost as 如同 thou art in thyself 你也在自己身上 也失去自己 O Giovanni 它下面注释告诉你说 这边应该是用四个音节来讲 呃 它说是 是 那个时候的意大利文 是用四个音节 现在我们说Giovanni 三个音节 但是它说Giovanni O Giovanni Hath thou left the schools of knowledge to converse with lust and death 难道你离开知识的学校 只是为了跟情欲和死亡来对话吗 for death waits on thy lust waits on 是 看下面有没有讲 没有 waits on 是端看 或是仰赖 所以一旦你中欲 你死期也不远了 for death waits on thy lust 现在wait on 现在英文还是会用 意思是照顾 不管是服务生照顾一桌的客人 还是就是有人住你家里照顾他 都会用这个字 to wait on 它这边讲的死亡 不是肉体的死亡 它讲的是灵魂的死亡 就是下地狱 look through the world and thou shalt see a thousand faces shine more glorious than this idol thou adorst 你看遍全世界 你就会看到 shout 就是shout s-h-a-l-l just will 你就会看到 成千上万的面孔 照耀的 比 你这个 雕像 如此钟爱的雕像 还要更光荣 idol这边其实是骂人的 雕像 天主教的传统里面 你只能有 天主的雕像 其他如果你 立什么假神吗 也是亵渎罪 所以他等于是比喻说 Giovanni爱他妹妹 等于是立一个假的神奇 然后adorst 就是adore A-D-O-R-E 就是钟爱的 现代英文也会有这个字 leave her and take thy choice 所以你就带着 你还拥有的 那个抉择权 然后离开她吧 他上面说 世界上美女各种 很多 他就说 你就把你的 选择权留下来 然后离开你妹妹吧 Tis much less sin though in such games as those they lose that win 好 这两句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看下面有没有讲 下面就有很长的辨识 很长的那个文献回顾 我这边帮你扎要一下 这两句话翻成白话完是说 离开她吧 去别的地方做你的抉择 因为 玩这些爱情游戏 的罪恶 还没有跟妹妹在一起来得深 然后爱情游戏 他比喻成 去玩这些游戏的人 都是输家 就是赢家就是输家 的这些游戏 他是神父嘛 理论上不应该鼓吹 那个色欲 但是他这边说 这你要比的话 你去重欲还比跟妹妹在一起 还好一点 所以他这边居然鼓励 Giovanni去外面就是玩女人 也不要去跟妹妹在一起 这一句的文法 In such games as those they lose that win 这边可以放一个斗点 Those 后面可以放一个斗点 所以在那样的游戏里 赢的人 就是输家 They lose that win 赢的人就是输家 Giovanni It were 好 这是假设语气 高中学假设语气的时候 英文老师应该可以举过一个例句 If I were a bird 如果我是一只鸟 什么什么 那个were 这边就出现了 它是假设语气 It were more ease to stop the ocean from floats and ebbs than to dissuade my vows 所以这边是比较两个东西嘛 后面这个东西是 把我的 钟爱的那个 正词 就是 告白词 劝退下去 然后第一件事情是 阻止海洋 的 潮起 潮落 英文我们现在有一个片语叫做 Ebb and flow 就是潮退潮起 这样子 就是 事情的 消长 那这边它反过来 float and ebb 潮起潮退 所以 你叫海洋 不要有潮起潮退 还比较容易 比起要我 劝退我对妹妹的爱 所以它 意思是说 你白劝了 这个没办法 我放不下来 Friar Then I have done 那我话就讲完了 我不讲了 And in thy willful flames 在你意志坚定 导致的那些火焰当中 Already see thy ruin 看到了你的毁坏 毁灭 Heaven is just 上天是公正的 所以意思是 好吧 你自寻死路去 我也救不了你了 火焰当然就是比喻地狱 Wilful 这个字英文现在还有 这个是英式拼法 美式拼法是WILL 意思就是 叫什么 任性的 就是随自己的意志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In thy willful flames Already see thy ruin 我在你这个 任性 导致的火焰当中 看到你的毁灭了 因为上天是公平的 Yet Hear my counsel 但还是劝你最后一句 他 这几行 他不是一开始就说 好我不讲了吗 怎么最后又加了 好好听我最后一句就好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你舞台上 演员可以发挥的一些 就是演技的地方 你可以想象吗 听了受够 好不讲就不讲 你自己死去 但是听我最后一句就好 自动演法 然后Jovani 毕竟是Jovani的老师 他还是会听的 他说 As a voice of life 我把你的劝言 当作生命的声音 就是 圣经里面说 上帝创造亚当吗 说上帝创造生命吗 他创造的方式是用说的 譬如说光 Let there be light 然后光就照出来了 所以他说 你的声音我一定会听 就像是赋予生命的声音一样 Friar Hide to thy father's house Hide is go 的意思 快去你父亲的家 下面有没有讲 没有 好 快去你父亲的家 There lock thee fast alone within thy chamber 然后在那边呢 去你自己的房间 chamber 是卧室 然后呢 把自己锁进去 Lock thee fast alone Fast 不是快 是牢 牢靠的牢 英文现在有一个配语 Fast friends 申请的友谊 不是说两个人 一拍集很好 是说这两个人 友谊 坚生 无法动摇 There lock thee fast alone within thy chamber 把自己锁进去 Then fall down on both thy knees And grovel on the ground 然后你就跪下来 然后在地上 那个 滚 滚来滚去 去求 Cry to thy heart 哭到心坎里去 Wash every word thou utterest in tears 你每说出一句话 都要充满的泪水 那这个是比喻嘛 用泪水去洗涤 你的话语 Uterest 是utter 就是发出来的声音 And if it be possible of blood 所以 不只是用泪水去洗涤 如果你还可以的话 要用血水去洗涤 你的话语 Beg heaven to cleanse the leprosy of lust that rots thy soul 祈求上天 起敬 污秽你灵魂的 那个色欲 Leprosy 是麻疯子 然后rot 是 叫什么 腐败 死腐败 所以他把这个色欲 比喻成 让他灵魂腐败的 麻疯子 病 所以祈求上帝 就是 把你这个污 污秽 洗涤 麻疯子 那个时候 是救不了的 现在可以预防 我记得 我记得可以治疗 但以前是不行的 就是有抗生素之前 是 是 无法治疗的 Acknowledge what thou art 向上天承认你是什么 那 人跟上天比 当然是 什么 微不足道 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下面讲 A wretch A worm A nothing Wretch是可怜人 Worm 虫子 蚯蚓应该说 虫子 A nothing 你跟上天比 你什么都不是 你就赶快承认吧 Weep Ku Sigh Tanqi Pray three times a day San tiän Yi tiän qi dao san ti And three times every night For seven days space Do this Lian shu qi tiän ziyang gan Then If thou findst no change in thy desires Return to me 而 过了之后 如果自己发现 你的欲望没有改变 Ni zài hwai lai zhao wo I'll think on remedy Wu zài shang shang 该怎么办 Remedy 是聊法的意思 Just a cure Pray for thyself at home Hast I pray for thee here Ni zài jā wè zhěji qi dǎo 我在这边也为你祈祷 Away Zo ba Chu ba My blessing with thee Wu zhu phu ni We have need to pray Wu mēn dè hǎo hǎo qi dǎo 然后Jovani 说 All this I'll do 好 你说的我就做 To free me from the rod of vengeance 希望能让我逃脱 Vengeance 它这边其实是上天的正义的意思 逃脱上天正义的惩罚 Rod是编条 因为拿来编那个学童的那个条子 这个木条 所以他这边就是在讲上帝的惩罚 Else I'll swear my fate's my god 如果真的摆脱不了的话 那我也只能说我真正的神不是上天 而是我自己的命运 Excellent 两人离开 这边也有一件事情可以注意 我们这边分井分木啊 这个都是编辑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有时候不同版本分井的地方会不大一样 但是木怎么分非常清楚 两个原因 一通常就是大家离开的时候 这一幕就结束了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通常 每一幕最后两行会压力 Rod跟God压力 然后前面Away跟Pray也压力 也是提醒说大概这个就是这一幕要结束了 这一景要结束了 对 所以第一幕第一景就是这个样子 Giovanni出现 Fryer一开始上场说 你这疯子你不要再讲了 然后Giovanni说 可是我爱我的妹妹怎么办 然后Fryer说 你就回去悔过祈祷吧 再没办法再找我 然后Giovanni说 好吧我就这么做 希望我可以得救 结束 所以第一幕第一景 把故事的主题交代出来了 也介绍了这两个人 Fryer就是一个虔诚的生知人员 但是是深爱着他的学生 然后希望有办法可以救他 然后Giovanni就是 迷失自我爱上妹妹的一个男的 第一幕第一景有要提问吗 好 看一下哦 所以我刚刚讲说大部分是运文 不是我刚刚讲说那个 剧本是运文写的 有时候你会看到突然变成散文体 比如说这边 其实我随便挑一个地方都可以了 下一景就是有很多散文体的地方 这个就散文体啊 你读下来发现那个运日不对 Come sir Stand to your tackling If you prove craven I'll make you run quickly 没有那个感觉 还是散文体 为什么会有散文体呢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讨论问题 所以我们下礼拜可以来讨论看看 下礼拜或下下礼拜 我忘记哪一周 OK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了 然后请读到第二幕第二景结束 下礼拜帮你们分组 谢谢大家